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大家不但没欢迎 反而痛骂了一顿 说你那个桌布是肉色丝袜的颜色 说句说还就喜欢报纸 于是乎我现在就决定 你天生的贱命 你就没有办法 不如咱以后还就真铺报纸了 这就是我们的标志 一直要铺的报纸没有那天 而且你看铺的是泛黄的旧报纸 而且我还可以通过微博我们发动一个运动 就是大家有没有有纪念意义的报纸 有意思的报纸 你寄给我们 我们可以给你展示 可以当话题 完了就给你铺 是吧 我觉得比如说我为了举个例子 马老师我先给你看一个 我收集的一个报纸 这是当年的一个旧报纸 你可以看这图片 你看标题你看出来了吗 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 真的 你没看这个内文啊 就湖南当时有一个精神病院 夸家伙这个毛泽东思想工作组啊 那个医务人员啊 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 说为什么咱们的精神病都出不了院 为什么都治不好 说不行 跟他们谈心 说谈心说他们有发病的时候 有不发病的时候 然后就说医生护士 趁他们不发病的时候 蹭进去跟他们讲 说这个毛泽东在想你这病没事 持久战 而且呢咱分外因和内因 对吧 你到底是有什么什么事 反正最后这个鼓励这个精神病人呐 一个个就 我觉得符合我对我这个精神病的诊断 就最后靠毛泽东思想 他们发现呢 就说这些精神病人 也就像现代人为什么得犹豫症 说每当引导他们 想公家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精神就正常 想世界的事情 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的时候 发现这些精神病都很正常 但是呢 什么时候他们忧郁呢 没想到自己就忧郁了 忧郁 就是说你啊 你得忧郁症是因为你老想你个人得失 你老把你自己摆在心间 这你就得精神病 于是哗就谈完了之后 说这精神病出院好几个 从来就没再犯过 都积极的参加了当地单位的这个舞斗啊 这种 什么舞斗 你说这事我想起来了 原来文革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医院听过一个专业的报告 跟这个几乎是同样 他他题目我都记得很清楚 他说说用毛泽东思想打开精神病人的精神枷锁 然后呢 我我后来专门做节目的时候 我也说过这个事哈 你你今天猛一想 绝对是不可能 但当时有很多事情就发生了 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一个精神病 它是抑郁型的 他是一进屋 他就蹲了 鸡脚嘎揽 哪儿 因蹲哪儿 永远不动啊 结果有个精神病大夫呢 是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 他就去给他治 怎么治呢 他就蹲在他身边 他跟他一样的蹲着 第一个疗程 48小时不能动换 就医生不能动换 他陪着他蹲 而且他不说话 不能跟他沟通 终于48小时以后 这蘑菇 那人就自己蹲着 老说我是蘑菇 这蘑菇就突然问说 你怎么也蹲着了 这就打开口了 打开了心 我也是 蘑菇 就站在同类 然后呢 他就突然挪一点 然后那个蘑菇说 你怎么会挪呢 他就说 蘑菇是能挪的 不行你试试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精神病人 就从那个因数 给拉出来了 它实际上是一种陪伴法 今天我们有很多那种 自闭性的儿童 也是靠人长期的陪伴 你知道吗 他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 但是问题是 咱现在没这医生 你跟他蹲48小时 你肯定不可能 代价太高 主要是谁 是精神病 到底是大精神病 这是小精神病 你甭说武装病人了 你现在问题是 医生都解除武装了 他还讲毛泽东思想 他现在用的都是 资产阶级那一套 来治疗精神病 所以精神病越来越多 当然咱们还是回到现实 不过我也想到 当年毛泽东思想的时代 你记得吗 发生过大地震 我觉得什么年龄的人 聊的天 你能看出来 你看这几天 日本这个大地震 你看某一个年龄的人 他们在一块聊 就都在聊汶川地震 但是像咱们这个年龄的 我发现到昨天晚上 大家还聊 一聊就是1976年 1976年 当然咱们现在先说说 这个眼跟前的事 我们一个来自日本的 这个嘉宾 李小牧 在日本选议员的 刚从我们这走 回去日本 就碰上了大地震 这个小牧 现在就正在日本的 这个熊本 这小牧要不说 这还挺干嘛的 挺身而出啊 参与这个救灾 听说现在在现场 我们就通过这个岳阳电话 小牧 你 小牧 这个你现在是在 熊本市的什么地点 我现在在熊本市 离那个熊本城呢 当然还有26公里 但是已经在熊本市内了 那我是昨天 刚刚从东京飞过来以后呢 我们慢慢一路是在 既慰问的也采访 带的一些菜啊肉啊 因为我们到原途的那个 那个便利店 所有的家族都是空的 然后我们就采访一个 建议跟我们可以送点东西 表示慰问 要再问问情况 然后我现在正在的位置呢 正好在的是在 一个叫 一个叫发电站 一个叫 湖山 湖山 太阳能发电站的位置 而且这个发电站的老板 是中国人 是我们长沙老乡 他盖了一个 盖了一个发电站 我的采访 他那他那里受到什么 那么多是余震 他那里受到什么破坏啊 一点没震坏 一点没震坏 刚才用那个无人飞机 测试了一遍 他每天测试一遍 这四天地震的每天来的 来的三天 一块 那这次不是说这个震级也挺高的吗 七点几级的地震 你在那个熊本 你眼睛看到的这个破坏情况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我还没到那个 对不起 我还没到 我们今天下午 等一下 这边完了 我们就进到重灾区 现在我在二线灾区 二线有停电 但是因为这个太阳能发电的 没有停电 所以我在问旁边的这些人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 我住在人家家里 然后那个房子还在余震 吓得我要死 整个房子全在响 但是房子没有倒 我们睡也没有 照我们一般过去的印象 就说日本人民对这个地震 是有备不慌 是吧 你看到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我看的是 我知道他们家里 我们住在他家里的时候 他的水粮食 包括他们的护照 生分证 全装在一个皮箱里面 随时有情况 随时拎着就可以开车走 然后他们背了 背了还包括油 所以他们这些天呢 严重的时候是睡在车上 睡在汽车上 就晚上 昨天晚上我们睡在他家里 我要去帮他关灯 我是节约店嘛 那不用不用 就是怕万一 再来逼着我们 跑出去 哦 那这个小木 你在 他们的小孩也很有房贷意识 那你在那边也得 这个多加小心了 咱们这个过几天再联系 好吧 谢谢你 谢谢 有后期的 我在前你们报告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咱们就算是 好 谢谢 咱们就算是 挺别扭的 享受一次 总算是连接一下这个现场吧 对对 马先生 这次日本地震 又恶瓜多尔 又大地震 这怎么四处地震呢 活动期了 应该是 就是现在宣布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 你看我从从尼泊尔回来 他们一年前是大地震 而且他们也是说 很早就知道要大地震 所以就死人还算 不算太多吧 但是还是很多那个世界文物级的这种 世界遗产级的文物 他这个其实地震没那么可怕 你数据说的很清楚啊 历史上所有死人最多的大地震 都死于次生灾害 都不是直接给砸死的 直接砸死的人是都有数的 可能直接死亡最多的 就是可能是唐山了 历史上 二十多万吧 就是这个历史上 咱们死亡最多的是 明朝大概嘉靖年间的 那个 那个陕西大地震 陕西大地震 他死八十多万人 但是主要的人都是冻死的 就他后来就 隆东嘛 陕北陕西特别冷嘛 所以就没有人救援 就等于自生自灭 他就基本上死于次生 包括当年日本的关东大地震 192几年的 那个都是死于火灾 什么的 都是这种 你像今天的建筑 我想新的建筑 肯定都是有抗争标准 你看日本台湾 这都不会出大问题 这回好像也死不少人 四十多个人 四十多个人 但是说厄瓜多尔 那个就好像就是两千多呀 两千多 那你对于现在的 这个人口的这个密度来说 那就已经 你像我刚才举这例子 那个历史上有记载的 明朝嘉靖死八十多万人 这都没有这么 这是史书上记载嘛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一些现场的图片啊 呃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熊本了 你再往下放 我们这导演可以一张一张往下放了啊 这个 嗯 这很厉害了 啊 这已经七点几集嘛 嗯 你看这房子就是坍塌的 你看这种房子 你看有一个神庙 多可惜啊 这个是他那个最著名的神庙 有三千年了 哎呦 就这他们塌了 嗯 你看 嗯 但是他那个能修 你知道这个熊本啊 还有一个形象代言人了 就是这个熊 熊本熊 哎 熊本熊 在这个时候也起到了精神支持的作用 你看教大家怎么防震 救灾 自救 哎 这个熊本熊 有一次我们导演穿着他这个娱乐礼把 还被人投诉 说我们侵犯人家熊本什么 标志了 你刚才说年龄 我觉得这是90后 关心 这是他们的关关心点 对 熊 熊本熊 但是你知道 就是说我们这个60后啊 乃至50后的朋友 我就发现啊 一哪地震 哎 有些时候就像老老人症一样 对 就大家必聊的 就是 但是 你所经历的 但是也的确 我有时候觉得 你这一代的年轻人 听得你大眼瞪小眼 你真没经历过 嗯 就是说 多么神奇啊 你想想1976年 先是周恩来 死了 去世了 毛周朱 朱毛红军啊 上井冈山 周恩来是八一南长起义 那就 就说这被认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的第一天 对吧 你这个这个三巨头在同一年里 嗯 而且在前一年蒋介石 嗯 这一辈子的这个冤家 全结了 全结了 然后就最大次就死人咱就新中国以来最多的最多的唐山大地震 光光光光光光 哎呦 你说这那一年呢 我记得 然后毛主席一死 框期没过一两个月嘛 拿下私人帮 对 你说这家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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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经历过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才九岁 哈哈哈 能够宏大 我带着 宏大叙事 对能够宏大叙事吗 是是是 那这个吧 因为熊本这个我 我看了看 因为熊本城很有名 日本三大名城嘛 大部分中国人就去日本旅游的就看一大板城 一个大板城 一个鸣鼓鸣鼓鸣鼓鸣城 还有叫熊本城 它是算是算是日本三大名城嘛 熊本城这次受损严重 熊本城的他那个就是你看日本这种他们古城好看 嗯 高的高矮的矮所有 你想他这个城还有一个叫有一个戳号叫银杏城 就当年建城的人很很贼 没去过 我没去过啊 我知道他这个城 就是他种银杏是为什么 他当时种银杏不是白种 不是为了好看 今天是好看 当时就说万一打仗被封城 我有的吃 树结果 你看日本人吃银杏吗 你点日餐说准备有个银杏吗 没事没事 那有几个就能扛一天 哎 嗯 所以他种了满城的银树 这个这个造这个城的人呢 是那个封城秀吉的一个 麾下一个大将叫加藤正清 造了七年就把这熊本城造出来了 你看人家保护的 咱就没这东西 这次受损严重 但是他能修 他日本人肯定都 你甭担心 你过个几年过去全都给你修 我就感叹这个真是这个财力不一样 这个他其实不会有特别大的 呃长久的损失 修复也会很快 因为国力在那摆着 你看这个尼泊尔 我去了已经一年之后了 你到处看的都是 那个废墟 就是很多那个呃 佛塔呀 或者什么寺院那前面全是大批的砖头 然后呢 不不仅是这些文物 就很多的民房 其实他里面都是有很多很多值得保护的那种民居的雕刻 门窗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去一看 很多那个墙都裂了 已经你看那眼看那地震沿着那裂的 然后以为这是微房了吧 全住着人呢 就可能也没钱修 可是人呢也已经习以为常了 可能也没地儿住 一年了你想不修呢 不住怎么办 都从从里边还黑洞洞的窗户 也没玻璃还探头呢 对 所以你说这个 那个已经没有办法 他那个建筑材料是 第一他没有资历去 就没有这个钱去重新买新的 旧的都不能用 对 都是碎砖头 然后很多外靠外援 外援进来以后 他这个政局啊 还特别的乱 所以呢 就是怎么来用这些钱 这里边又牵涉到 比如全钱啊 交易谁负责啊 什么弄个讨论 怎么怎么花这钱 就讨论半年很多 说这种 尼贡呢 尼贡现在已经 就是进城以后迅速腐败 只是一派势力之一 但是都是有钱的 就是你管什么 比如你管修复的资金吗 你进这委员会吗 你管什么 我觉得就甭修了 发帐篷挺好 那地儿不是太冷 我在那亲眼看到了 中国的支援的帐篷 帐篷 还有安全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给大家看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中国人民还真的是 就是关心世界的时候 不得精神病 我觉得就是今天互联网啊 包括新闻媒体啊 我也是发现个奇怪的现象 过去咱们讲中国是闭关锁国 一直到这个文革的那个时候 76年的时候 我们是闭塞啊 就外面的消息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现在我有时候看电视新闻 我也有一种感觉 怎么咱们现在只知道国际新闻了 你看啊 你看就是说台湾啊 中国的台湾啊 他们那里抱怨的 我觉得台湾这个新闻人 包括这个李安 上次就台湾 他说台湾人这个视野啊 太小 就是本乡本土的这点国际新闻 哪猫丢了 哪狗跑了 就撞了个车 就很少见到国际新闻 可是我那时候我突然又想到 我说咱们大陆的 真的不一样 太宽 我今天看 我现在看的到处都 我现在突然又觉得 我们对国际新闻 有点过分关心 比如这次日本大地震 虽然说是很大啊 但是你觉得 就是咱们是不是好像 就是觉得特别 觉得是个大事 这什么心理啊 你觉得 我倒觉得 像像雄本地震这个 在新闻中呢 它的相对来说 新闻价值还算大的 我们现在最关心最多的 你注意看 我们的新闻 大概有一半都是跟战争相关的 就是各种局部战争 或者跟准战争 或者临界战争 比如谁军远了 谁和谁掐起来了 谁军远出去了 谁登上舰了 全是这个 从头到尾 或者跟还没打的战争 没打的战争 就天天炫耀 我们局座 张昭忠 还有我们那个收入率最高的 叫军情观察室 天天都是在虚构一些个战争 大家好 这是他这个观众心里 就是你越训练他 他就愿意参与 进去以后假设 每个人都那个痛心的 满天飞的说 这个战争怎么打 我听那个都不着调的人 听他说未来的战争 很有意思 你比如你跟军方的人谈 是一个路子 因为我认识很多军队的朋友 有高级官员是一个路子 就是普通的军人是一个路子 说法都不一样 有时候是完全针锋相对 就同样是军人说的 就未来战争是怎么回事 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这些呢 就是导致民众呢 理论上讲 民众关心这些不是不可以 但是不要过深的去介入 就你关心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大的趋势 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你别上去说 该怎么打 这不等于轮了上你吗 这事 对吧 而且这个我那天还听一个大学生跟我讲 你说这个 当然这绝不能代表这个中国人民的立场 就说是 他就说啊 在他们学校本来是有个日本孩子 日本留学生 这日本留学生本来在中国的时候 跟同学玩的都挺好 大家都在朋友圈嘛 然后就这几天 这个日本留学生在朋友圈里啊 有点拜开玩笑的 骂自己这帮同学 因为他们都在庆祝日本雄本大帝阵 甚至就是说 他看着就说你们怎么为什么叫好呢 对 说怎么才死了四十多个人 说说什么应该多死一些人 甚至还有人在这个 所以我说这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主流民意 但毕竟有 在网上还有人这个庆祝 就说小鬼子 镇死才四十多个 太少了吧 那不是当年911我也听说 我都很震惊 说连北大什么这个 这个叫什么币网 都是一片欢呼啊 就觉得 本阿登都是英雄啊 911那是绝对的 我911当天我在新疆 我跟你说 我都是 我不好说身份了 我都是跟一些有 有身份的人在一起 这一围台啊 消息传来 咔嚓干杯 美帝国主义 终于有这一天 这举杯庆祝啊 这什么心理 很多人当时我印象特别深 有人给我打电话说 我跟你郑重的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 全是这种 对 他全是这种心态 因为这种心态呢 我觉得公众有这种心态呢 跟你的这个 舆论导向是有很 就是有关系的 你看 就是你看国际新闻里 他说冲突的地方多 我们很难看到一个 现在有个词叫暖新闻 你看凤凰网上有一条 我老看 我老点看暖新闻看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正能量的 暖新闻都是小事 你很少有大的新闻中有大事 但是大新闻呢 都是冲突的 对不对 都是在 我给我的感觉 就是连我都有感觉 觉得战争是在逼近这事 不是越来越远 我们前些年 前十几年 觉得战争越来越远 有这种感觉 现在觉得越来越近 就是谁都可以叫嚣 对吧 你比如菲律宾的问题 是不是 他就都是说 他说美国跟他军演了 互相在舰上 怎么样 握手了 这不是气候吗 我周围也是 一堆朋友 就是言之作作的说 肯定必有一战 就是这五年之内 南海必有一战 然后这周围也很多 比如说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花店 那小老板 他本来是一个小老百姓 就外地打工的 然后干了十多年 把这店盘下来了 但是花店有一个特点 他要开的时间非常长 他在那很无聊 一小花店 他就看电视 他整天从来没出过国 这人 然后对美国的看法 日本的看法 我一套一套的 我跟他说起来 霸权什么什么的 就是民族的一塌糊涂 然后全是在 我一听 怎么似曾相识 一听全是央视的 或者你们军情观察室的 然后他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还有的就是 你们说我这很少做出租 有一回做一出租 那司机说的有意思 那司机开着车跟我说 说中国要跟谁打起来 说我开车就撞案了 要是这态度 你去一步着吊着 这国家要打一仗了 轮得上你开车乱撞 这根本不是这事 但是他就这种心态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说 看客 其实我认为 有的人也许是出于所谓的什么爱国情绪吧 可是我有的 我总觉得他们是当真的吗 就是 哎 你比如说真给你一杆枪 让你上第一线去 对 你也怂了 对 你是看着别人打呀 他说我工资比人低 轮目上我高工资的先去 对呀 我还想起一个 就是他们在网上骂的 就是说好像是广州那边消防局的微博 就给贴出来了 就说有这么一哥们呢 人家火灾 然后这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一个截图 我觉得当然我们不能看这个视频 42秒叫42秒残忍视频 你看火灾 这哥们窗户外头呢 是个铁笼子 他出不来 这个人呢 就拍了42秒 这个人活活就被烧死了 然后他呢 就是把他放到了这个网上 啊 行了 咱别再放了啊 就不就这个 就就放到网上 然后当然这人说 你怎么这么残忍呢 你怎么 你怎么不去救呢 据说这个人呢 现在给这个压力压的 就说要离开远顿广州了 没法在这待了 他说呢 我当时也想去救来着 我当时甚至站在 从楼上头往 拿筒往下泼过水 但也泼不着 说那个人 那个门户周围都围满人 我进不去 我才拍的 但是就是拍这个东西 对 这两回事 跟救不救 我看这这种争论 就是说 啊 你应该救不应该拍 其实就是说 你你救不救 这当然是 如果能救 当然是应该救 可是拍不拍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现在中国人 可能也不只是中国人吧 但是中国人可能 因为人人一个大手机啊 我觉得有一种拍照狂 就每个人都在晒照片 就是我听他们说 反正就是 基本上可能两种 一种是那种 叫就晒我的美好生活啊 这叫所谓拉仇恨 就是让人看到 我整天都是喝酒 打高尔夫 或者是旅游 对吧 全世界旅游 让人羡慕嫉妒恨 另一种就是这种 我觉得就是说 他要拍一种 很那个刺激 刺激的 这种刺激 往往是让人 就是说让你觉得 还得有现场感 就这种时候 我觉得他完全没有一个 基本的判断 就是说 第一 没有隐私权 对吧 就是别人的隐私的时候 不论他在干什么事 比如床上 或者是在这种痛苦的时候 他没有 没有 你不应该去拍 另外一个就是 这痛苦的时候 我觉得是第二 就是说有一种 施虐也好 还是参与 大家看一个人的 在最难受的时候的一种 眼前 就在你眼前发生 这种 我不知道他和一种 什么心理有关 那我想起 我问你 你正好有这个经验 你长期生活在美国 按说现在美国人 也是人手一击 就这苹果 人手一击 中国的这种 到处自拍 烂拍的这个 美国人是不是也喜欢这样 也就是这种 晒手机的 在手机上晒的是 就尤其是越年轻的 我觉得就是越 晒自己的日常生活的 越喜欢 他就是永远在发一个 就是说你 我在哪 我现在跟谁在一起 我一个party在哪 我看见了一个什么人 这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国际的 这种自拍足吧 这倒不是光 我们就是进入独徒时代 以后的一种 一种必然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孩子 拍的是不是孩子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拍 我不认为他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他肯定 那个旧是没有可能的 你有正常判断 你是不可能的 关键是他这个东西 不应该挂到网上 他应该把这个资料交给消防队 或者交给政府 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现在这个防盗窗啊 危及生命很多次了 这不是一次 这次是你看到了 看到以后的 他的警醒就非常 就作用大嘛 你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消灭 我们的防盗窗 整个城市是个笼子 你现在看呢 有那新楼刚起了 半年我全跟笼子一样 那么这种事情 理论上讲 就应该从政府的层面 政府都让拆了围墙了 防盗窗怎么不能拆 而且现在这防盗窗吧 是从底层 拆了贼进来了的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贼相对比过去少很多 因为这种天网行动啊 就这种监控啊 要比那个 这个 你在生命面前 你愿意贼进来 还是愿意着火啊 愿意命丢了 那贼进来就进来了吧 对不对 你想死这个人 这人完全可以不死的 对 就是因为这个铁笼子 对吧 而且这事不是你 对 这也是明摆着的事 对吧 对 我认为他这个事 就是你把它交给了 这个消防队 你就没有问题 这次反对他的 就一开始很怒的是 是消防局的人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